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继续带大家猎骑 来看一辆在水里浪的全地形车 台风AOV 出现这辆水车 也确实能让人发出一声惊叹 AOV,这不错哦 有专业造摩托车的 也有潜心造艇的 可有的公司偏偏爱玩跨界 非得把车架在艇上,在水里玩 这就是今天要介绍的 来自漂亮国 一家名叫影子六号赛车公司 推出的台风AOV 水上多功能车 上面是车,下面是艇 和之前介绍的跨司机 水路两用摩托不同 这家伙只能在水里游,上不了岸 因为上面的车既没轮子 也没发动机 它的原型是来自于 北极新公司的T刀RZR全地形车 拆去轮子和发动机后 下面装了两条摩托艇 车架也重新进行了优化 之前的钢管车架 全部换成了钛金属车架 目的就是为了减轻重量 以防止在高速转弯时翻车 哦不对,是翻船 脚下的两条摩托艇也未定制 外壳全部由碳纤维打造 内部的动力核心则是来自 亚马哈的水上摩托 GP1800SVHO 1.8升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采用喷射推进方式 最大马力250匹 两条艇加起来就是500匹的动力输出 驮着这辆小车在水面可以跑出 128公里每小时的急速 要知道这家伙的整备质量 高达1035公斤 虽无法与陆地速度相提并论 但在水上它也算是超跑了 如果嫌它不够快 那么还可以加装Rever 赛用性能套件 速度还可以进一步提升至145公里每小时 这下可以秒杀很多水上摩托了 虽然它的整备质量超一吨 但73%的重量都在水面以下 所以高速转弯也不用担心它会翻车 另外四条福克斯独立悬挂 外加能自动调整船体轻角的转弯控制系统 使它在波涛翻滚的水面高速航行时 驾驶舱也能保持平稳 所以它既有水上摩托的高速度 又兼顾了摩托艇的舒适性 在水上运动应急救援方面非常适合 据说该公司老板还计划将它拥于军事方面 要是在它上面架上一艇加特林 估计再彪悍的大飞也逃不出它的手心 当然这些强悍的性能背后都是由金钱堆砌 目前它的售价为25万美元起 约合170万人民币 这价格在国内可以买4辆忍者H2或者8艘310超级摩托艇 这么一对比感觉贵的一批 但贵也有贵的道理 它的操控感受目前没有任何一艘船 或者车能够媲美 哦对了 忘了说它那140升的油箱容积了 95号加满需要1200块 这在水里撒换的同时 后面喷射管喷输的可都是钱啊 所有这些都注定了它只能成为土豪们的玩具 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